我们前面以摩根的果蝇杂交实验来判断 有些精是连锁的 那摩根在做这个果蝇杂交实验的时候呢 也注意到有些性状有些表征 他是受性别影响的咯 好他在1910年就发现了 有一些果蝇是突变珠 他的眼睛是白色的眼睛 好我们看一下照片 一般眼色的果蝇是红眼 红色眼睛 Red Eye 但是偶然会发现 哇整个眼睛是白白的 就叫白眼果蝇 他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些白眼果蝇主要会常见于熊果蝇 熊果蝇比较多会有白眼果蝇 所以他就做了一系列实验 他就拿红眼的那个熊果蝇果蝇 跟白眼的熊果蝇 做杂交 然后看到子带结果 然后呢把性别交换之后 这个过程叫互交 性别交换叫互交 也就是本来红眼睛的应该是蝇杂 我改成熊的 然后本来白眼睛的是熊搭 他我改成熊的 好一样做杂交得到结果 发现这两边的结果完全不同 哎哟 遗传模式跟你的性别有关 他就意外发现了性联遗传 好那性联遗传是什么概念呢 首先我们知道他位于X蓝色体上面 好这句话删掉 这句话是错的 等一下我们再更正一下 好他当时的想法是 这个蓝色体哦 有这个基因X 这个蓝色体有这个基因叫A好了 这个蓝色体呢 恰好也有一群基因 跟性别决定有关 那这样的蓝色体就叫性蓝色体 因为它决定了性别 所以性联遗传是连锁的观念哦 我把连锁写在下面 性联遗传就是一种连锁 它的连锁关于是 某基因与性别决定基因连锁在一起 那只是有性别决定基因的蓝色体 就是性蓝色体 所以位于性蓝色体上面的基因 就等于这个基因跟性别决定基因连锁 性联遗传是连锁的一种特例 只是这个蓝色体是性蓝色体哦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 那如果我们学到性蓝色体 有这样子的模式 那到底在性别上的关于为何呢 我直接教各位最后的关键 或是什么叫口诀吧 如果今天是性蓝遗传 显性 你会注意到一定会发生以下的事情 就是男性会跨代决定女性 也就是爸爸若发病 他女儿一定发病 儿子若发病 他妈妈一定发病 会有这个关系 但如果今天你不是性蓝遗传 显性你是性蓝遗传 隐性呢 那他的关系就会改变了哦 是女生跨代决定男生 也就是若妈妈发病了 他儿子一定发病 若女儿发病了 他往上他爸爸也一定发病 好你只要是性蓝遗传 就会符合这样子的条件 但是各位这是逻辑 性蓝遗传必须符合这个条件 所以如果你不符合这个条件 代表你不是性蓝遗传 不符合这个条件 你就不是性蓝遗传 但如果你符合了呢 你只能说可能是性蓝遗传 也可能不是 这是逻辑 好那我就用另外一个生活中的案例 跟大家来比喻这个逻辑 性蓝遗传必须符合这个法则 所以不符合 你就不是性蓝遗传 但如果符合呢 可能是可能不是 就好像人类会有头 人类会有头 我发现一个物件 没有头 它就不是人 对吧 人类会有头 所以没有头就不是人 但你找了一只狗 说它有头 对它符合这个条件 那它是人吗 不一定 所以有头的可能是人 但没有头的绝对不是人 符合这个条件的 你可能是性蓝遗传 也可能不是 但不符合这个条件的就绝对不是性蓝遗传 所以这是我们在判断 那个家族徒步遗传模式的时候 它可以帮助你判断性蓝遗传的法则 所以我这边的PPT的第二点 这个三条就错了 所以反而是 如果是显性 男性跨代决定女性 如果是隐性 就是女性跨代决定男性 可以让你判断一些事情 好那我们刚刚说到这是果蝇 那我们刚刚说到说 我们的那个性蓝遗传 还有一种很特殊的 叫做ZW型 这个我们也偷跑一下 什么叫ZW型 如果是XY型 你具有两个X染色体 XX你就是母的 但如果你是一个X 一个比较小的Y X跟Y你就是男生 对不对 好那我们怎么描述它呢 你的性蓝色体 如果是同型核子 两个蓝色体是一样吗 同型核子 你就是女生 那如果也是一型核子的两个不同 那你就是男生 但是呢 另外一群生物的性别决定 跟这个模式 刚好相伴 两个大大的染色体 叫同型核子 却是男生 一大一小 反而是母的 所以这个染色体 就不能叫X或叫Y染色体 它不是X也不是Y 它是另外一种 所以我们就称它为 这叫Z染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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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的呢叫W 所以这叫ZW型的性别决定 我们是X染色体 跟Y染色体 做性染色体 它们是Z染色体 跟W染色体 作为性染色体 好那ZW型的生物有谁 鸟类 还有蝴蝶 还有鹅 这个鹅是这个鹅 蝴蝶就是零次目的鹅 就是翅膀上 叶炎性的一种昆虫 好这种会飞的鸟啊 蝴蝶跟鹅 它们属于ZW型的 那为什么叫Z跟W 这两个编号 我也顺便补充一下 因为当时第一个发现的性染色体 叫X 因为它我们一样的不知道是什么 外国人把不知道的东西都叫X 未知X 所以我们的国中学的代数 先叫X 好第二个发现的 就是Y咯 第三个发现的 就是Z咯 那第四个发现的 Z会不会没东西啦 怎么办 往前 请问以英文字母的排列顺序 X这个字母的前一个是谁 不就W了吗 所以为什么第四个叫W 因为它是按照发现的顺序排的 如果再发现新的性染色体 下一个染色体叫什么 要叫V 再发现新的呢 就叫U 因为我们往后发现到底的时候往前 这是性染色体命名的这个法则啦 好那我们往下看哦 我们来找一些例子 性染色体如果是显性的 例如 鸡的羽毛有没有条纹 大家 鸡是鸟类 这有问题吗 鸡是鸟类 所以它属于ZW型 好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是 呃 鸡鸟 你就是 一大 一小 就是ZW 一型核子 如果是公鸟就两个大大的 Z Z 好它是显性嘛 所以母鸟呢 只有大A小 大A 没有小A就大A 它不是大A就小A 大A有条纹 所以按照机率来讲 它条纹机率应该是二分之一而已 但是公鸟呢 就是公鸟呢 你可能是大A大A 可能大A小A 可以小A大A可以小A小A 好有四分之三的机率 得到大A的表现 所以为什么 鸡的条纹 主要是公鸡有 母鸡条纹很弱 几乎没有条纹 因为条纹是拿来展翅 或做 那个交配的吸引之用的 为什么公鸟比较多条纹 因为它是性染遗产 那它是显性的 所以你两个Z染色体 任一个有 你就有这个条纹基因了 好那我们人类呢 红绿色盲 肌肉萎缩 或许有病 都是隐性基因 所以男生容易发 产生这种遗传性疾病 好以上这是性联遗传的一些案例 从ZW型到XY型都有 只是ZW型跟我们XY型刚好颠倒 遗传模式也颠倒 所以就请大家就参考参考